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加入今天的国际家谈全球娱乐大小事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王欣怡 一开始我们先帮大家介绍今天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娱乐记者玉文 大家好我是玉文 好那么这个第57届金钟奖在昨天下午公布了入围名单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知道说到底有谁入围 那么今天我们会带大家来看看入围的名单有哪一些 还有到底谁最有可能会拿下影帝 跟影后我们今天也会跟一起大家来讨论 不过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TVBS新闻网的娱乐的热门话题有哪一些 当然一开始我们现在还是要先带大家来看 这个在上个月蹦恰恰就有宣布说 他这个2.6亿的债务全部都清偿完毕 非常的厉害 但是其实最近这个借钱给他的女星佩真 他是说他到现在都还是没有收到这个还款 甚至最近是不是还被别人告了这个诈欺 没错因为其实呢佩真在上个礼拜的他就发文来说明说 他竟然呢被控告诈欺 而且对方竟然声称自己是绷恰恰的载务清偿小组 然后代表人被这个代表人简先生呢告诈欺 那他就会很错愕啊 想说我是借人家钱 结果我还被反反控告是那个诈欺 对那这也让绷恰恰不得不站出来澄清了 那他昨天就是有po文呢 就是透过经纪公司来强调呢 这个暗铃身高的绝对不是绷恰恰的本人 那他也表示说这是他最后一次会针对这个债务文来发 发表就是公开的言论 是对其实这个绷恰恰他这个 这个自从有欠债这个新闻一出之后 一直以来都是讨论度非常的高 好那么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的是这个有台湾兵器部支撑的王彩华 他今天在脸书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王彩华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敬业 他这个形象非常的敬业 但是他今天是在脸书 跟大家公开道歉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彩华姐一直都是各大节目最喜欢的就是来宾人选 一直以来也都是通告满党的状态 那他今天早上呢就是吴玉景来发文 就是表示就是跟大家就是求大家原谅啦 因为他工作必须暂停 那为什么要暂停呢 就是这边就是很明显知道他确诊了 那他也打趣的就是用精中梗说 我也入围了女真调皮这样 就是表示说可能这几天呢 需要在家里来调养身体 是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彩华姐 她已经打了四剂的疫苗还是中了 真的这一波疫情真的是比较严重 大家真的是要做好这个防疫工作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有讲 他自己是轻症啦 他只是有轻微的喉咙痛跟咳嗽 那接下来他就是会暂停他的工作 也其实这样刚好让他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大家还是要小心防疫 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看到 其实最近这个很红的梗就是我们这个杨成林 他在这个大陆的综艺节目上面呢 他先说自己是广东人 然后又说在台湾吃海鲜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这样当然这样一个言论出来之后 也引发网友很多的讨论啊 有些网友也很不满 当然有些人也会替杨成林来说话 不过这个梗也变成说很多网红是不是会来反讽呢 没错我们这个海鲜之乱看还要再延烧个几天了 就是我们网红凤梨呢 他就晒出了一张自己在煮海鲜粥的照片 你看满满的料哦 然后他就打趣的说我超奢侈 应该是有点明显的在暗讽这个杨成林的意味 然后呢没有想到就有网友就跳出来替杨成林来讲话了 他认为说杨成林其实也只是在说自己可能小时候 家里已经吃不起你干嘛要开这种玩笑 那凤梨呢也顺着网友的话表示 我小时候家里也很穷啊 为什么我不能说我吃海鲜奢侈 其实还蛮高EQ的霸气回应 对那这个海鲜之乱最近真的大家讨论度很高 只要有人有po出这个海鲜吃的照片 大家都会在下面就是不免是留上一两句话 这样子跟上这个食事梗啦 我倒是还蛮想吃海鲜的 对没错 那接着我们带大家来看到就是这个重头戏 其实第57届的金钟奖在昨天下午公布了入围的名单 对你看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这个戏剧哦 之前真的大家期待的就是这个华登出场那时候每天都在等 对然后他这一次其实是入围了11项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结果没想到竟然还不是最大赢家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好戏剧入围了更多的奖项 今年金钟奖一定是精彩可期了 就是要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今年金钟奖呢是历年以来唯一第一次综艺跟戏剧会分天来颁奖 那因为去年的台剧呢其实是大爆发 对很多优秀的作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入围大奖的这五个夯剧呢 其实都来头不小 那大银家呢就是由温生好 还有连于韩国子前主演的茶经呢 一连就是一举入围了16项 很多 非常的多 再来就是大家不陌生的谢银轩主演的俗女养成剧第二季 也有15项 紧追在后 没错 再来就是斯卡罗还有良辰吉时 以及大家最熟悉的华登初上呢都有10项以上的入围 其实就是只能说每个人得奖都不会意外 对那你自己觉得说 以你是娱乐系的记者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你觉得可能哪一部最有可能拿下这个最佳戏剧 其实我觉得如果以最佳戏剧这个大奖来说的话 俗女养成剧第二季 其实呼声蛮高的 其实不亚于这个华登初上 那茶经呢 它其实入围很多项 在美术还有技术类的奖项 也是还有音效啊等等的 都算大赢家 我觉得他们在技术类的奖项可能会获奖无数 好那当然这个看完最佳戏剧 另外包括像是这个影帝 我们来看到这次一次入围六格 而且都是非常厉害的演员啦 那甚至呢 真的是厉害 就像刚刚这个玉文有讲的 茶经是非常厉害喔 他们一次就是郭子前跟温申豪是网内互打 两个人要来抢这个影帝的宝座 对 昨天呢 评审团其实是有特别来提到 今年的影帝入围 是送奖项里面讨论最久的一次 就是最久的一个奖项是从早上讨论到晚上 都还没有办法你知道有一个结论 大家都太厉害了 大家都太厉害了 那要来看到呢 第一个以逆举来入围的这个朱宣扬呢 其实先前两个月其实有一个退圈风波 因为他跟经纪公司就是宣告解约 对 所以他这次入围 大家也很期待他是否会在颁奖典礼那天现身 然后再来呢 就是以斯卡罗入围的查马克 他其实去年就是因为生病病逝了 所以大家也很期待查马克会不会以斯卡罗来 就是拿到影帝 再来就是算是金钟大爆点喔 对 就是我们亚兰姐 我们歌子系的这个 对 迁王亚兰姐呢 他在嘉庆军游台湾就是算是电视歌仔系里面呢 是女扮男装 他是来入围了影帝喔 他一个人要跟五个男演员争这个影帝的宝座 如果他得奖的话算是一个很大的创举 对 但我们看他女扮男装这个面相这么帅 其实真的是不输这几个入围的男性嘛 因为他昨天入围的时候 其实有人就想说 诶 诚然明明就是女生他怎么可以入围影帝 但评审是有做出解释 因为就是评选标准呢 其实是以角色的性别来评选的 所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整理 嗯 再来呢就是刚刚说的网内互打的温生好以及郭子前了 对 两个人在茶经里面呢 就是角色都是戏份很吃重啦 对 然后互相也是都觉得对方如果得奖的话毫不意外 是 所以就是网内互打这个这个情形呢 我相信就是剧名也就是很很期待到底会不会是他们就是拿奖 再来呢就是我们诚哥杨佑宁啦 太帅了 太帅了 真的是真实的新生 对对对对 杨佑宁也是这一次是双料入围 因为他还有以良辰机师来入围迷你剧集的男猪脚奖 所以得奖的几率也很高哦 是 所以你认为是这个诚哥是不是杨佑宁啊 如果是以一个粉丝的心态的话 我是希望杨佑宁可以得奖 但是如果亚兰姐得奖的话不得了了 真的 可能就是收视高点 没错 好我们看完这个影帝哦 当然也是要来看到这个影后啊 华登初上我们看到这个妈妈桑 也是这个内斗要来抢影后的宝座 这个阵容真的就是跟标题一样死亡之组啦 我们华登初上两个领头妈妈林心如跟杨景华都来要争这个影后的宝座 那值得一提的是杨景华其实已经是第五度入围影后了 所以其实粉丝会觉得他今年再不得奖的话不行太没天理了 因为他演技就是没有话说 但是每一次呢都刚好就是跟影后的宝座插肩了过 再来呢谢盈生厉害了两部作品入围 四楼的天堂以及俗女养神祭二 那昨天呢评宝是有特别提到就是谢盈生在俗女二的里面的演技 其实是更加的生动自然 所以绝对不能放过他 还有在就是我们国际桥拍摄第二季的这个范城杯 在里面是饰演记者的角色也蛮有突破的 是那玉文你觉得谁比较有机会可以拿下这个影后呢 其实我刚刚就是说出自己的心声 就是我很希望景华姐今年一定要拿到影后 对因为他擦肩而过真的是太多次了 而且我必须要说如果景华姐拿到影后的话 其实对林心如也是一种肯定 因为心如姐是华登初上的制作人 对那如果景华姐得奖的话 其实也是因为心如姐就是懂得看人 他真的很适合这个角色 对好那我们接着我们带来看到 这个有入围名单当然也是有这个落榜啦 这一次呢当然也不也包含说有些演员 跟有些戏剧是遗珠之憾 让很多网友觉得说啊 跌破眼镜怎么会没有入围呢 真的 评审昨天在讲的时候 他就形容遗珠每年都一定会有嘛 但今年是大珠小珠落移的状态 那昨天公布完入围名单之后 其实掀起网友蛮大的讨论 就是呢有两个女演员以及两个男演员 竟然没有在名单上太不可思议了 第一个呢就是以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影集版 在里面有非常生动眼镜的这个王靖 就是王靖霞新生代就是呼声最高的一个女演员嘛 对那他竟然没有入围让大家蛮意外的 再来就是在茶经里面就是大秀这个克宇实力的这个脸语喊 他在里面就是把克宇讲得很像自己的母语一样的流畅 这么生动的演技竟然没有入围 真的大家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对不对 对啊只能说就是这一次的就是竞争退守实在是太强劲了 所以真的要每个人都进去有一定的难度 是没错 再来呢必须要提王佑反应最大的一个人 就是在逆举里面担任要找的这个宅宅周云民 有看过逆举的人一定会觉得周云民绝对是准影帝啊 他演的实在是太好了 虽然里面是一个内敛的角色 但是他以他多年的这个演戏的实力呢 把他诠释的非常好 所以哇昨天一大排就是评论区就是在讲说 周云民怎么可能没有入围太意外了 对就像你刚刚讲就是影帝的部分评审 也真的是讨论非常久 可是欣盈你有发现吗 刚刚影帝其实是有六个入围 影后只有五个 那评审团是说已经就是因为影帝太纠结 已经增开名额了 结果还挤不进去 没错 对啊就是大家都太有声了 嗯再来就是我们金掌影帝就是资深演员黄秋生他在四楼天堂里面是演这个整副诗 其实演技就是一定是没话说的嘛 那求生哥其实也是今年的大一珠之一 是 再来呢就是今年的航剧火神的眼泪 哦对 这个 这副技能论度很高耶 对啊大家都想说天哪火神没有入围 对 就是很提就是剧组角的恶丸啦 对 但是因为有一个好处是今年呢增开了这个 呃算是人气奖的投票 嗯 所以剧组呢其实有在脸书来呼吁粉丝可以就是投票支持火神的眼泪 就以票数来支持他们啦 对啊人气奖也很不错的 对没错 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林兴炉他制作还有主演的华丹初上一次就入围了11个奖项哦 那么当然林兴炉他当下知道的时候 在工作现场很高兴直接放声尖叫 穿着蓝色屏口礼服坐在电脑萤幕前兴奋到尖叫狂拍手 女星林兴炉担任戏剧华丹初上制作人 又瞬间主演的他不止入围戏剧节目奖还有最佳女主角奖 男演激动心情 入围当下整个团队都在喝彩同样入围受瞩目的还有他 做人 定位了吗 定位 哎 你不要出现 你不要出现 准备 踩钢踏入警局满腔热血 一心要抓到嫌犯 朱宣扬在逆局中精湛演技备受好评 打败周宇明拿到准市地门票 曾被当做是鲜肉心仁的朱宣扬 在7月时和经纪公司解约 社群平台全关闭 传出他有意要退出演艺圈之后就身影 这回有好消息 朱宣扬也透过剧组发声 感谢大家祝福的关心 也感谢拍摄中载载周宇明以及其他伙伴的帮助 但金钟奖在10月中举行 到时他会不会出席 不得而知 天还没亮就现身港口捕鱼 吴鹏凤在江河回忧中 饰演被层层剥削的渔民 眼神动作全是超到位 过时两年的吴鹏凤以这部片 第四度入围 金钟迷你聚集男主角奖 江河王波杰 杨又宁角逐大奖 吴鹏凤若在得奖 将拿下第三座金钟宝座 订阅新闻交换人张启云台北报道 好那我们看完这个戏剧类哦 当然我们来看到的是综艺类 综艺节目主持人讲今年入围的有谁呢 哇这个综艺节目讲今年入围的就是名单也是非常实力很坚强 包括呢由焦哥跟赵戴青主持的这个hashtag T-pop 我们听大的这个还蛮特别的音乐节目 还有呢 嗨嗨导览先生以及大嘻哈时代及婚礼歌手还有CD想聊 这五个节目其实面向都还蛮不一样的 就是等于说其实现在台湾的节目发展还蛮多元的 那再来呢 节目主持人的部分其实是跟刚刚就是入围 综艺节目讲的名单有就是还蛮大的重叠 包括就是小S就是以这个CD想聊来入围 那大家都一直提到他跟焦哥Lulu这个婚礼歌手 啊你跟我们这个前任旧爱呢对上了 对 以及吴宗宪陈汉点还有Lulu的这个综艺大热门 对 然后呢Lulu呢也是在这个名单上有两项的入围 再来就是我们胡瓜瓜哥这个多年的招牌节目综艺大集合 当然也在名单上啦 以及我们陈哥的这个新男大主厨 也都是有这个入围的哦 对啊 看出来竞争非常激烈 那么另外竞争同样也很激烈的当然也包括了这个 这个意志还有实境节目主持人奖哦 也是非常的名单非常的这个阵容非常坚强哦 没错在我们那个意志及实境节目奖呢 里面也是每一个都是呃呼声很高的这个入围者 包括上山下海过夜啊还有这个全明星攻略的意志节目 对 还有呢全明星运动会不用说了吧 对这个讨论度超高 超级高 还有Janet主持的这个决战水下声展台 是 以及温萨A 那这个主持人奖是不是也是跟节目奖有重叠的蛮大的 对金屋是重叠的 对 大家应该有看到 那必须要说呢 就是吴宗献还有KID这个综艺大大大完很大呢 已经是多次入围了 是 嗯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第57届这个电视金钟奖 其实我们TVBS也以hashtag tpop入围综艺节目奖 还有一般类的节目导播奖 非常的厉害哦 成内耳导播 没错 那么其实我们刚看到这个很多入围的主持人嘛 当下听到之后其实真的都是很难以置信哦 带你来看我们的报道 电视金钟奖的综艺节目奖 入围的有 tpop我们听大的 金钟五七七号公布入围名单 TVBS开湖以tpop我们听大的入围综艺节目奖 节目完整记录华语圈音乐大小事 主持人黄子焦赵代新和音乐人深度访谈 不仅每周创作出一首新歌 还运用AR VR技术展现科技数位力 身兼制作人主持人的黄子焦表示 期待未来有金主或补助 笑说入围真的很合理 另外赵代新则说 可以跟交歌团队努力 非常荣幸 而tpop我们听大的导播陈美儿 也入围一般节目类导播奖 那要开始婚礼了 现在心情怎么样 其实黄子焦还有用婚礼歌手 于Lulu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将要PK旧爱小S徐希弟 至于Lulu一奖就入围两次 和吴宗宪陈汉点共同上榜 入围金钟奖 最佳出资 还有胡瓜阿翔也要角逐 录影录到一半得知综艺主持人名单 有他们超感动 一度不敢相信 至于抑制徐镜节目主持人竞争也超激烈 举展员蔡上画 钱维娟江洪姐的全明星运动会 张队上Janice的决战水下伸展台 吴宗宪 Key的综艺碗很大 曾国成全明星攻略 以及杨桂妹 是名帅温真凌 林柏鸿 温三爱三 但这回你也可以当评审 观众也可以代表另外一个 心中的形式来选出 他们觉得最好的 这个项目 就是因为金钟奖设立 最剧人气戏剧节目 综艺节目奖 即日起可以上网 投下关键一票 跟以往不同的 还有将分两天颁发 戏剧类节目类奖项 10月21、22号登场 奖落谁家 备受期待 TVB的新闻众报导